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节课开始介绍的是 城镇道路路基施工 有人说 说不对呀 那个城镇道路路基施工 在教材我们从16页开始 但是呢 我们前面啊 教材从第一页到我们的教材15页 这么多的内容怎么不介绍 大家记住 道路前面的一些材料啊 一些特性啊 真正的考试 它只能是选择题的考点 它不会考案例 真正考案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考呢 这个道路路基的施工 怎么挖 怎么填 怎么压 怎么验 包括基层也是 它的材料的半盒运输 摊铺 碾压 养护面层啊 也是 它的利清的运输 它的摊铺 它的碾压 包括教材中没有写的 什么路源石的安装啊 那些雨水口啊 支管的施工啊 包括我们的水泥混凝土 这个面层的一个胶柱啊 养护啊 以及我们路基基层面层的冬期雨期和水泥混凝土面层的高温 这些才是真正的按立体考试的点 而至于前面那些科普性的介绍啊 写的还挺多 但是大家一定知道它是选择题的考点 那么针对选择题的这个考点 咱们怎么办呢 选择题的这些考点 我们说过 等到新的教材出来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呢 是花费一定的时间 将教材当中考核频率比较高的啊 未来考核可能性较大这些点 给它标示出来 大家呢 需要把这个教材当中的这部内容删减的 这部浓缩的内容去记一记啊 这个就可以了 呃 所以在我们的真正的有限的时间内 更多的还是讲案例考试和案例与选择都可以考试 涉及到的这些点 这叫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教材当中的二八现象 其实真正教材当中能够考核案例的点 不是特别特别多 而大量的地方是灌水 不能说它没有分值 分值较低 我们呢 针对这些内容要展开了 要拓展的去讲 而那些考案例可能性极低的 我们就给它弱化 呃 那么第一个 城镇道路路基施工 我们先介绍一些通用的知识 这里边的通用知识 呃 首先了解一下路基与填料 咱们呢 第一个 路基的这个分类啊 路基分类呢 呃 根据咱们材料的这些不同 我们路基可以分为土方的路基 石方的路基 还有特殊土的路基 呃 土方路基 当然是最多的 基本上考试 考的就是这种土方路基 石方路基 考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的市政道路 是城市道路 那城市呢 基本上是石头的少吧 当然了 也有例外 比如重庆 号称山城 那里边修路 啊 石方路基比较多 公路里边 石方路基比较多 但是在市政那儿比较少 特殊土的路基就更少了 比如说啊 有些特殊地区用盐作为路基进行修筑 有些是涌动层上修筑 但是这在我们市政的考核 可能性啊 太低了 真正考的是土方路基 那按照路基的断面形式 要进行分类 那么有路基 也就是田土路基 也有我们的路嵌 那路嵌呢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挖土路基 这个路嵌啊 又分为整个全路嵌 整个是进行这么开挖的 基本上形成对称 或者叫准对称 整个路基都是开挖 当然了 还有那种叫半路嵌 半路嵌 膀子这边这个板没了 但是呢 一定注意啊 它不是半田半挖啊 这个半路嵌 只是这半部分没有了 但是它的整个这个路嵌的基础 都是圆状土的 还有呢 这叫半山洞 从这个整个啊 是山洞呢 整个周边啊 都有维护结构 它这个呢 半山洞中间是漏了啊 所以称之为这种半山洞 连上这不就成了我们的山洞了吗 这山洞是这半部分露天了 好 还有呢 除了我们路基 田土路基 叫我们的路低 挖土路基 叫路嵌 还有一种半田半挖 跟这个半路嵌不一样 半路嵌下面的基础 一定啊 注意它的基础都是一样的 是圆状土 半田半挖 它一半呢 是圆状土 一半是田土 这种呢 特别容易产生中间的啊 这个通缝 将来啊 在公路啊 公路上经常遇到这种 中间啊 这半部分呢 由于田土 它不可避免有些沉降 容易出现中间的纵向的这个裂缝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它可以结合着挡土墙 进行考案例 比如我们这种 为了担心有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那你这边修筑挡土墙 这不就可以吗 好 看第二部分 这叫路基的田料 大家注意啊 这路基田料呢 这部分内容 没有在路基这介绍 在前面 他介绍了 什么高液线的粘土啊 高液线的粉土啊 以及我们含有有机制的细粒土 这些不适合路基的田料 如果是作为选择题 那么出题呢 基本上是要稍微的留意记忆 但是这里边如果是作为案例题 你就记住反倒不用去记 为什么 按例题 你就记住 只要是用于田柱的土 有一个窍门 那背景中 他写现成的土 都不能直接拿来用 有人说不会吧 那背景中万一有合格的土呢 合格的土 你也得做实验 实验没问题了 你再用 所以说 按例跟选择是不一样的 对于啊 这个高液线的土 这个特性 其实呢 是完全是一个了解性的内容 大家不用较真 我们教材当中 这些专业的名词有很多 但是呢 跟考试啊 就是如果对于他不了解 对影响考试的不多 没有多少 大量的这种点 你知道或者不知道 不影响考试 比如我们玩一款游戏 里边呢 有很多的命令 都是英文的 不是说非得翻译成中文 你也照样玩的特别嗨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说 名词解释这块 我们带有了解性的 是担心 你在这儿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后呢 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但是呢 性价比又很低 好 干脆 我把它罗列出来 虽然不是考点 但是呢 省了你去百度的时间 直起这个目的 那么高液线土啊 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压实性差 反而不太好 经过压实后的 这个土的压缩性呢 仍然较大 并且呢 有明显的硬变软化 与膨胀土 具有一样 具有 玉水膨胀 湿水收缩的特性 了解到这儿 足够了 总之 这个土怎么样啊 不好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介绍 城镇路基的施工技术 真正的考试 考教材 考案例 从这里边开始是重要的 案例题考点 那么关于路基啊 它的特点与程序 先说施工特点 有人说这个特点 也是考试的考点吗 我们先读一下啊 说城市道路路基工程施工 说处于露天作业 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在工程施工区域内的 专业类型多 结构物多 各专业管线纵横交错 专业之间 及社会之间 配合工作多 干扰多 导致施工的变化多 尤其是旧路改造工程 交通压力大就大吧 还极大 地下管线复杂 行车安全 行人安全 及数目购入等保护要求高 你有没有感觉 在这段话 不像是我们的市政教材 好像是一个怨妇在这强调 我太难了 我太不容易了 你哪那么多事啊 哎 你还别说 这是我们所有的工程 你看市政工程 只要介绍这个特点 他都在强调什么 我不容易 我很难 我太难了 我太不容易了 好了 这个是我们路基施工的特点吗 不对 这是市政工程的特点 有人说市政工程特点 我怎么说 以后记住 你就把自己说的特别特别难 那从哪些角度呢 自然环境 施工环境 社会环境 现场环境 别往好了说 你别说 我有的时候可以下班偷偷的走走 我们的收入还相对而言不错 别说这些 就是强调自己的难处 有一句话叫苦穷 有一句话叫卖惨 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的时候 他特别会苦穷卖惨 你看写书的人也写出了 我们市政多不容易 好 记住 他不是路基施工的专利 他是市政施工的一个特点 当再问你 我们市政工程这个特点 不管是做管线 做道路 做桥梁 不管是做什么 你得把自己说的很悲惨 从施工环境 现场环境 自然环境 全是很难 然后结合着案例背景 这个知识点 它的延伸点 在2013年和2015年都考过 2013年考的什么呢 一个旧的水厂要改造 但是此时人家水厂的正常运营不中断 2015年是考的一个旧路啊 喜报加扑拓宽 但是呢 道路你的整个车辆通车啊 不能间断 你得倒行着交通 然后说出本工程特点 那是不是苦穷卖惨结合背景 这是一种类型的题 不光我们啊 注意考过的13年啊 我们考过的15年 后期经过了几年之后 这种题一旦出现啊 你按这个方向去答 就不会拿不到分 应该说这种类型的题 应该我们拿到它十之七八以上 你只要知道核心关键 怎么去写就够了 不要去背啊 不要去背 苦穷卖彩 谁不会 后面说路基施工 机械作业为主 为什么呢 规模大啊 适合机械 挖掘机呀 产运机呀 等等 人工配合为辅 好 另外呢 这句话说采用流水或分段平行作业 流水或分段平行作业 记住啊 现在呢 我们是一个流水线 像流水一样 那流水的特点 就是过去 你就不用管了 流水线 我只干其中的某一样 哪怕是一个汽车啊 但是呢 我就安车门 我就安轮胎 啊 我就按方向盘 别的我不管 这叫流水作业 流水作业呢 非常多啊 尤其是建筑 房间啊 都是流水施工 市政呢 有的时候啊 不一定最适合流水 因为在抢工的时候 分段平行作业啊 会多一些 这个点呢 其实从技术这考试考不到 完全是一个管理的点 那一定要注意啊 将来管理的考试 会考到流水施工 咱们呢 把这流水施工 在这儿进行展示一下 好 我们有三个队伍 注意啊 仔细看这个三个队伍的组成 人员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三个队伍呢 说我们准备做一段路 但是做这个道路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它是讲究分工 那么分工呢 说比如第一个队伍啊 说我不会做我们的基层 更不会做面层 我就会做路基 第二个队伍说呢 巧了 我跟你一样 但是呢 我不会做路基 也不会做面层 我就会做基层 第三个队伍说找我呀 下面我做不好 上面那我的特别特别拿手 我可以做 三个队伍说 哎 那咱们就合作吧 我光做路基 我光做基层 我光做面层 好 那么这个时候啊 三个队伍 一拍即合 一块做路 由于你开始没有道路的路基 你的基层和面层就没法做 那第一个队伍 因为你会做路基 你只能开始 你先来 你先做 你先进场 等到你这个道路路基做完了 那么做完这第一段 好 你赶紧给人家腾出工作面 干什么呢 你做第二段道路的路基 这个时候第一段不是有路基了吗 基层的队伍 赶紧过来 你上这边来 你上这来 好 你开始做第二段的路基 你做第一段的基层 等到我们注意啊 这个整个第二段的路基做完了 那第一段的基层做完了 你做第三段的路基 你呢 过来做第二段的基层 由于基层这个时候已经做完 那具备面层施工的工作面 那怎么办呢 好了 我面层的跑到这边来进行第一段这来施工 看 好了 那这个时候都有活干 但是由于我做路基的这个队伍是先进场 先施工 他一定是先王工 而我中间进场 中间施工的一定是中间退场 你面层施工的 由于你来的是最晚 干的最晚 那你完成最晚 退场也是最晚 整个啊 咱们看到 人家路基的都已经休息了 基层的还在干第三段 面层的还在干第二段 由于我们的基层的第二个开始来干活的 也干完了 由于他是第二来的 他就第二个退场 而我们面层的最后来的 你最后就剩你了 然后最后退场 这叫什么呢 这叫流水作业 注意啊 这流水作业后期如果考试 考核我们案例题考进度 咱们明白了这个图 那做这个相应的案例 你就没有任何问题 什么叫做分段平行作业 分段平行作业就是这三个施工队伍啊 一言不合翻了啊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结果呢 说他三个说了 我坐路基 你们在那待着 凭什么 我的工作量太大了啊 我应该多拿泡筹 结果呢 基层说凭什么 面层说那路好看不好看 看我的 结果说那算了吧 咱们呢老死不相往来 你一段我一段他一段 咱们自己做自己的 坐路基的想 我尽管啊 这个基层面层不太好 但是我天天看也没问题 人家基层说了 下面的我也看过 上面的也看过 有什么 面层的说 你们在做的时候 我偷偷的早看了 没问题 咱们那就自己做自己的吧 尽管你做路基是行家 但是呢你后边你就慢了 那基层的也是路基也不在行 面层也不在行 但是面层说我不着急 你们慢慢做 总之最后我做得快 总之他们就陆续的各自干自各 结果呢他们不进行相互之间的任何配合 自己从下面做到上面 然后做到基层 然后做到面层 好完成了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什么时候做分段平行作业 抢工啊 那你看一看是不是每一段里都有施工 时时刻刻有施工 这个呢效率的确是比较高 你比如说咱们的疫情支出的啊 2020年的最初 那个医院啊火神山雷神山那些医院 在那个时候建设你还能流水施工吗 有场地必须来人要干 这个时候分段平行作业 转场都是比较麻烦 做完下边做中间 做完中间做上面 好抢工的时候非常适合 这些点呢 其实完全是一个管理方向的一些题目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啊 他的施工项目 在这里边介绍施工项目 城镇道路路基工程包括 什么路基啊 就是这个路床的本身 其实这个路床啊 跟路基这块啊 模糊 严格来说什么叫路床 比如说你填土路基 严格来说在施工现场 都称之为整个路基顶面这一层 最后这层施工为路床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什么下路床上路床 哎路基都叫路床 这个咱们就别去叫之了啊 哪种叫法都有 那路基施工包括整个啊 城镇道路路基工程包括路床 它的本身 极有关的土石坊 沿线的寒盾 挡土墙 路间 边坡 排水管线等项目 注意啊 这句话你别误会 别误读 城镇路基工程 施工的时候 你除了要做这个路床的本身的土石坊 你还要做寒盾 挡墙 路间 边坡 排水管线 大家一定注意 也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 同时要做这些 但并不是说挡土墙是路基 注意挡土墙人家也是分布工程 路基也是分布工程 你的边坡实际是什么呢 附属构筑物 你的寒盾啊 这都是附属构筑物的 只有路间啊 是你的整个路基的里边 这分布工程当中的分项工程 一定记住 不是路基工程 包括这些 是路基工程啊 在施工的时候 你都要做什么 是要同步做这些工程 但并不是说 我们的挡墙寒重属于路基 一定要分清 这个地方呢 容易大家容易形成误区 咱们呢 在看这个标准规范的时候 标准规范 这分布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已经在这强调了啊 别误导 好 后面呢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呀 这里边 涉及到的一些支点 后边管理应该能够 咱们还要再讲到 比如按照交通部门批准的交通导行方案 设置伪党 导行临时交通 包括交通导行 包括伪党的相关知识 都是在管理里边考试要考到 而且呢 这些跟现场结合特别紧的 现在考试呢 概率还是比较高一些 好 后边 这写的是开工前 施工项目技术负责人 应依据获准的施工方案 向施工人员进行技术安全交底 然后强调工程难点技术要点安全措施 使作业人员掌握要点明确责任 大家一定注意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交底啊 那么交底是按例题的考点 一定要注意啊 交底是按例题的考点 但是呢 交底考什么 第一个 我们的整个教材当中 给整个删除的一个点是考点 有人删除了还考 对 有这个特点 我们教材经常是考的 考一些已经删除的点 你比如说 交底要对什么呢 全体施工人员进行交底 啊 采分点 交底的流程里边有一个全体 交底的这个方式要书面进行 那书面就是第二个采分点 并且交底要双方签字签字 又是采分点 并归档 全体书面签字归档 这是采分点 第二个 那么道路施工 尽管交底也要交安全 但是道路到底是教技术 还是教安全 考试考谁 考试一定是考技术 那安全呢 比如支架 比如机坑 那个他更容易考到的是安全内容 那技术是什么呢 是这里边吗 注意不是 这个技术真正的这个交底 这叫什么呢 通用 通用都应该算不上 真正的通用的技术交底 后面管理当中 我们看质量帐也有 而这些太空考试 现在是下沉的 他有可能考到我们路基技术交底的内容 具体有哪些针对性的 那就是人家告诉你做这个道路 你要怎么去做 人家问你 你要告诉那些不懂的做道路的人 直接通过开完你的交底单 就会做道路 有人说 那这个交底单还不得写个五页八页十页的 那考试写得出来吗 对呀 你要想到这一点 你就能够明白了 那么我们交底的内容是写具体的吗 不是我们写的是梗干 是标题 是提纲 是让那些不懂得如何写交底单的人 怎么来写这交底 从哪些方向来写 而不是把每个方向的具体的内容和数值给写出来 这叫建造师考试 他一定是站到一定的高度上 好 比如路基的技术交底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专用 这是针对我们道路路基的 针对这个道路路基的这个交底 那么这个技术交底 这里边不涉及安全 那么这个技术交底都交什么 你比如 你得用机械吧 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机械 机械的数量 型号 安全操作的要求 这也得给交代清楚 除了机械 还有施工人员的工种 劳动防护的要求 还有测量呢 那你在交底的时候 那你在交底的时候 你的中线 你的边线 你的高长 这些测量的要求 要交代 挖方 和填方 不一样 如果是挖方段 你挖方段 两边的边坡 每层的挖身 然后到路床顶 土方厚度欲留的 到底留多厚 这个要求 因为后边还要压路基 碾压 那如果填方段呢 填方段填土的材料 你的边坡坡度 每层填住的厚度 每层填住的宽度 这些是不是要交代 好 沿线管线保护的要求 路基压实度 及检验的要求 雨季施工 排水设施的要求 有人说 我的个天啊 那你一个交底 我写这么多 不会吧 财分店能这么多吗 首先 你比如这个路基 它有可能是挖方 有可能是填方 对吗 好 你这是二选一 如果人家没说雨季施工 这雨季这个就不存在 另外呢 这种真的难道是 让你整个写吗 它得让你补充 为什么补充啊 人家给你罗列出来 这叫方向 这叫下沉式考核 真正的考核 你对于一个道路 大概的我们教材上 其实讲的是什么 你得清楚 仔细一看这个交底 都是后边 在整个路基施工 压实路检验 雨季施工 挖身 边坡 填住厚度 是不是都是我们教材中介绍的 也就是把教材当中介绍的这些点 这些框架 这些标题啊 给你罗列出来 当然在考试不是这么多 考试结合着案例背景 人家写了人员呢 机械呀 那告诉你是比如填土的 那你是不是对应着写的 把我们剩下的内容给补充进来 就可以 有人说那好了 我去背一背吧 结果考试 试卷拿下来 哦 胶底 写的什么呀 写的是我们水池侧墙施工的技术胶底 说这胡老师让我背这个 结果考的是什么 考的水池侧墙 怎么绑筋 怎么织膜 怎么安对拉罗伸 怎么防请服装置 怎么胶住 怎么震倒 对呀 那考胶底就是考你施工 你当你明白如何进行施工的时候 好了他考什么都无所谓 真正的核心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你只要但凡知道大概的施工的一个方向 大概施工的一个流程 你再写这胶底就可以了 而且一定记住 我们的胶底啊 是让那些不会写胶底单的人会写了胶底 这是咱们的目的 告诉那些人从哪些角度 他断然不是边坡坡度 EV级 尾层挖身 0.几米 绝不是 好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通过他要做到叫 举一反三处类彭通 考试可能是道路的 可能是管线的 可能是积坑的 也可能是结构的 好 后面呢 他介绍是关于测量的知识 对已知的测量控制点进行 闭合加密 建立我们测量的控制网 再进行我们施工控制庄的 放线的测量 然后什么恢复中线 补定我们转角庄 路两侧的外边庄 这里边呢 真正的测量考试 不应该是在这里边 测量在我们教材当中 的确是占有很多的份额 教材写了很多 但是不至于是真正考试考到这些 那这里边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选择题 如果真正考教材原文 这个就是选择题 在道路里边测量控制都主要是什么 不进行展开了 好 下面是公路专业 在这曾经还考过案例题的 不是测量 这是试验 这个考试可就是教材原文的内容 说施工前 应该根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后边对陆基土进行天然的含水量 液线塑线标准基石试验 CDR试验 必要的是什么做我们的颗粒分析 有机制含量液溶盐含量 动胀膨胀量等试验 好了 那么这个考试一定记住 这种题就不是那种像胶底一样 是拓展原生 那这种题如果考试考出来 一定是考什么教材原文 有人说这海水量的实验 液线的实验 塑线的实验 这么多实验到底怎么回事 又来了 大家一定记住 收起好奇心 你比如最不好理解的CDR实验 它无外乎就是一种实验而已 但是这种实验是一种科普 是一个了解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它 我给你放在这 这个原理放在这 你看一看 对考试 注意啊 对我们的考试有影响吗 你知道 或者你不知道 对考试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大家应该平和心态 不要去动不动 百度 搞得都好像很明白 因为这些地方 我已经说了注定是什么 考教材原文 即便公路专业考试 它也不是考CDR实验的原理 它考的什么呢 也依然是我们的教材原文 会记住 这个就可以了 好 这再强调一下 这里边是按理题考点 是考教材原文的 好了 这个后面呢 是关于附属构筑物 在整个道路路基施工 涉及到很多的 什么地下管线呀 寒盾啊 在这些施工 那么这些寒盾等构筑物 可以与路基同时进行 但是新建的地下管线施工 必须遵循先地下 后地上 先身后潜的原则 大家一定注意啊 这个原则 应该说啊 你参加了我们的建造师培训 或者没有参加 即便你是行业外的人 应该说啊 这个原则你听一遍啊 先地下 后地上 先身后潜 你马上就能记住 这种地方啊 特别容易记 那考试是让我写这几句话吗 不是 人家这是个原则 依据的原则 进行我们去区分 哎 到底我这工程让你排序 怎么排 比如2014年 当时我们一件啊 比如在我们的2015年 当时的二件 考试都曾经考过一些排序题 但是这些排序题 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先地下后地上 先身后潜 依据这些原则 然后呢 我进行把这个整个的工序啊 一二三四 先做谁 后做谁 例如当时2015年 我们二件考试 人家有雨水管线 有急水管线 明显图上雨水管线 深夜急水管线浅 还有道路的主路 还有道路的辅路 问你先做谁 那先地下后地上 先做管线 后做道路啊 然后呢 先身后潜 那先做那深的雨水 后做这浅的急水 当然还有先主体 后复述 这是什么呢 这是依据原则 进行实际的应用 这种考试的试题 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然这种点 我们说过了 我相信啊 只要你听到这个课程 明白了 想一想 这种题 他再出 就是给我们送分 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好 后面说 既有地下管线等 构筑物的拆改 加固保护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他说既有地下管线 构筑的拆改 加固保护 后边也有介绍 那么考试 不光是咱们这个教材 在路基这儿 多次提及 那考试是考你怎么去做吗 不是 他肯定是在案例背景中 告诉你了啊 我路基施工 对于我们有的管线啊 或者要建成的管线 要给他加固保护 但是考试是考什么 考试是如何进行保护 如何加固 这里边加固的方法 是我们这个支点的延伸点 那么我们如何进行保护呢 你可以把这管放在管沟当中 你可以把这个管放在套管当中 你也可以把这管的外边给它浇住混凝土 这叫什么呢 这叫包风 好 那么包风套管 方钩或叫管钩 这叫什么啊 这叫教材上边的知识点的延伸点 命题人非常喜欢 考试 你看 哦 管道加固保护 哎 怎么你说了 你怎么抢了我的词啊 命题人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把后边留给你 说我对管道保护了 你告诉我 怎么保护 如何加固 好 你听 说这坏了 我不会了 不行啊 一定不行啊 好 路基啊 本身的施工啊 路基的施工啊 这里边开挖路茧 填入路低 如果是路茧 你是挖的啊 路低是填入的 最后啊 那个路床 整平路基 压实路基 修整路床 修建防护工程 比如边坡 挡土墙 这是真正路基施工 路基本身的啊 他本身的这个施工 有这些 这是案例 补充题 传统的案例补充题 好多选题都可以